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 打击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导致亚洲股市今天大幅震荡 全面下滑 日本日经指数大跌1286点 闭市时报14952点 中国上证指数则是下挫38点 收报2854点 香港恒生指数同样重挫609点 收在20259点的水平 新加坡海峡指数下挫58点 报2735点 吉隆坡富时大马宗志下跌5.93点 收报1634点